今天聊聊灵异事件 之前呢我一直想让我媳妇给我讲讲 他讲过一次 但是讲的不是太全面 这次我把他爸找来了 就是我老张儿 让老爷子聊一聊 那么这个内容的话不是封建迷信 如果说有小孩的话呢 请在大人监护下一起收听 哎爸 那天吧 那天我跟我媳妇俩 那个聊我媳妇就给我讲一下 他那个小时候 就是经历的一些灵异的事 完了我说你给我做些节目 他说这个我说的不细 这个我爸说的细 所以今天我就连线一下 我老张儿连线一下老爷子 给讲讲这个灵异事件吧 我不知道从哪从哪讲起来 就是你们之前住那个老房子 有一些灵异的事 你就从那开始讲吧 那个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吧 反正一般人吧都好像受不了 为啥说受不了呢 我们那十八户人家吧 几乎每一家吧都有这个特殊的 叫人理解不了的这个现象 这个我们在那住也十多年 当时盖这个楼的时候吧 有个小孩就是四五岁小男孩 他就是小孩讨厌嘛 就是站着那个坑 地基那个坑 往那个坑里撒尿 结果把小孩都不知道啊 但是那个银子坑里的有一个干子 绑着一个那个刀闸 结果这小孩就尿在这个刀闸上了 就垫闸 结果就把这小孩给打死了 打死了以后吧 这个楼建好以后我们搬进去 反正我们在那住这个期间吧 就是家家吧都不太消停 那主要说吧 对小孩吧好像是不消停 比如说我们那有一个姓刘的 我当时我管的叫刘大娘 他家吧是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吧 唯独呢就是他那个小儿子老三 生一个小子 剩下那前面那俩大的吧 都是生的丫头 这个小孩在五岁左右 好像比五岁还小点 不是那么太懂事 完了就告诉这个他奶奶 说那奶奶我要到那个垃圾站那 去打出了活去 这个垃圾站打出了活 这个咱们上岁数都知道 他这个垃圾堆一又泼脏水又干啥 冬天一冻 他不是上面挺滑的吗 完了小孩不就落得上去 完了再出了下来 完了他奶奶不就说 就是我这刘大娘他就说 他说可不能去啊 去了你说万一这个一下钻车 骨肉底下怎么压死了 怎么着 完了当时他这个爷爷在跟前 他说你看你这老太 你这怎么说这个呢 完全都没啥也没往心里去 就过去了 过去但是不超过好像五分钟 这个小孩吧就维持身材的自己 就上那个垃圾站去了 没多远的垃圾站 真就是像他刚才他奶奶说的似的 他一打出了活 这样前面来个车 出了活要这样划车 无论正面那个顶上去了 那个车轮抵下去了 完结果车刹不住 我有兵啊 就把这小孩给压死 您说这个事是发生在 大概什么时候 长存在什么位置啊 这个事吧 是我是当时吧 我是八 我是七八年当兵 我八三年吧 这个回来的 当五年兵 这个事不是啥呢 是他们就我当兵期间 他们那啥 跟我说的 因为像自从我们老邻居啊 跟我说的 完了后来这个小孩死了以后 还说还没完 完这个 他爷爷这不就上火吗 行的 老牛爹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心 心肝宝贝 完了就挺上火 挺上火吧 就说 哇 这 我这没进去 然后我好几天 天天都是这么一句话 完了 他这个 老二说的 就刘大娘说 说你看你这死老头子 你要是这个 活得没进去 那你就吊死去呗 实际上 这也是好 也就是一种 好像一种这个 闹笑 不是说的真话 实话 完结果呢 这也赶着巧 这个他大儿子刘律师回来 反正说的 那个 我爸怎么干啥去了 那 就是我这刘大娘说的 啊 那个刚才我那说了他一嘴 他可能生气走 不到上 行 完整 你俩正议论呢 完了 那大伙是一样 那个火车道那块仙桥底下 那块有吊死个老头 反正 刘律师我 把他叫大哥 他一想 哎呀 会不会是那啥我爸呀 完了 这就 赶紧撩到那去了 实际上我们这个楼里 这火车道并不远 就是咱那个 那个朝鲜市 西安桥 西安桥附近 是不是 对呀 对呀 他就把他那什么 不大一会儿 他就把他爹背回来了 嗯 大伙都说 这老太太说话怎么 这么灵验的 嗯 哎 当时一开始吧 大伙都讲着 这都不足为奇哈 这个可能也凑强 嗯 完了 紧接着呢 我们那个主长 我幸福他呢 他那个 他住的不是 他旧的房子 嗯 哎 那个他 他对人挺热情的 各个方面 特别好 他有好像三个孩子吧 嗯 哎 也挺理想的 男孩女孩都有 嗯 结果呢 他对的旧意 我们大伙都感觉 挺孝顺的 嗯 结果就 不知不觉的 他就自己 就在那个 那个小屋 就上吊死 神经病 按理来说 那个小屋啊 真小 他也上不了 吊 嗯 不咋等就死了 就吊死了 在屋 在那小屋里头 嗯 这不是 两家了吧 嗯 往这边来呢 是 我们家吧 把这一头 咱就说 咱自己家 嗯 就是 那个 我们也 那个 就你的老婆 嗯 他不也是呢 嗯 他说那啥 就跟那什么 我妈说 那个我上了什么 上大庙去 嗯 那个去去去 敬乡家 嗯 我妈说的 一个年轻小姑娘 你敬什么乡 上 上什么庙 就不让去 不让去 后来 那什么吧 我 我上了个农村去 嗯 农村去完了 我妈说 你上农村去 干啥 这 好像发达水 那年 我记得 嗯 当 当兵回来了 那是当兵回来了 有那个 往这平子 嗯 我还说 那啥 说这个 你干啥 去上那 他说 我怕他们单位 不要农工嘛 我上娃儿姐 那找农工去 就上那个 司马架那边 嗯 上那找农工去 我还结果 十二点来中 走的 那时候 在长农 我发现的时候 车好像也就是 一个来小时 嗯 完了就下车了 下车 当时碰着 就我那个表弟啊 嗯 叫陈长军 碰着他在这个车子 那火车站 他是那什么 那就是 号着灯 举号着灯 指挥 指挥火车的 嗯 完了看着 他说 那个 双鱼你到那干啥去 他说 我那上农村 找农工 也给我爸 三位 说那天都这么晚了 嗯 到那去 不得谈黑走 不行 先上我家 他说 不要 我没事 哎 一会就到 完了 后来 我这兄弟说 那你干脆吧 你还是骑我车子吧 还能快点 哎 因为在放一屯 下了这个公路 那还有那啥 十四五里地 嗯 这不就他骑着车子 就去了 嗯 去了嘛 就是越走越黑 越走越黑 那天吧 这些赶的也巧 那天赶的正好是阴历吧 七月十五 嗯 就是 七月十五 不是说叫鬼姐吗 是吧 嗯嗯 哎 到处都是烧 烧纸上粉 嗯 那啥 完了 正好赶上 那几天吧 就是 下大雨下子 这都特别泥泥 嗯 他这在公路 这个 所说的这个 下了果道以后 再往这个 农村道区呢 都 悉尼呱唧的 嗯 他还穿着裙子 穿着塑料鞋 根本就 没法走 嗯 车子 那两个轮 两壶 那也整的 都是迷陀子 干的 越走是越 推不动 最后就干脆 就 走不了 就扛着 反正也挺俱态的 嗯 扛着 哎 结果这不就 也说不上 啥时候 就到 我二姐家了 嗯 我二姐 和二姐 我一看 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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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来了 他造就 女头拐杖 哎 完了 当时给他 下点面条 给他洗洗裙子 啥的 哎 结果他吃完了 哎 他说 那你睡一觉吧 我姐这样子 睡一觉 然后结果 他是睡了 但是不知道啥时候 自己起来了 嗯 起来我就走了 走了 当时我二姐 说 哎呀 这个 听着门 有动 你是不是 终于出去了 然后来 二姐说 哎 你看 不行 你 就黏黏他 完了 他就黏了 黏了 后来 我二姐又回来 他说 你看 深更半夜的 我这单独 黏的 也不一样的事 咱俩一起出去吧 把孩子 关到屋里头 啥孩子呢 嗯 完这不就 他们俩就 一直黏的 就是裹刀 结果 看着吧 他在前面走 他俩在后面 等上了果道以后 果道两边 不都是 那个柳树毛子 乱七八糟的 嗯 完了 看他们下了 那个 钻的柳树毛子去了 这俩人 找到天亮 也没找到 嗯 我二姐说 那啥吧 那你回去吧 就告诉我二姐 我那啥呢 去这个 那上长春 看看他能不能回家 哦 结果 我们这第二天 我们还没在啥呢 还没起来呢 我二姐就来 告诉我二姐 说双鱼 昨天晚上 不到上哪儿去了 嗯 这我们家不就毛牙子吗 就到处找吗 完了那天 他就那 犯病了 当然他这个吧 还属于在我们这十八户 人家里头 他是最行李的 嗯 他说他是 哎 精神方面 犯病 嗯 完了我们来着 我们那个 邻居 孙大爷 他家 他家吧 本来 我四嫂吧 他是啥呢 是在我孙大娘 死了以后 才嫁过 嗯 完了呢 他就总说 他当我妈说 他说 王婶啊 我总拿去 我们老婆 不在我脖子后边吧 说话 嗯 我妈 你急性下说 哪有哪事啊 他说 不真事 他总说 那什么 那个 还是 吊死 吊死不遭罪 还是吊死 嗯 完了呢 我妈说 你是不是 那啥 身体弱 有病 看不行的话 那什么 看一看 嗯 完了 王思嫂说 我没病啊 那样思嫂 我长得 反正是矮点 但挺胖 哎 说那啥 完了后来 我妈就跟那啥 我孙大爷说了 就跟他老公 跟他说 他说孙大哥 你家那个 那什么 你私儿媳 总跟我说 这个 还是上吊 还是上吊 嗯 看看 不行怎么 看冲一下 嗯 当然因为我孙大爷 他是老师啊 这方面 他已经懂得点 嗯 他说那什么 接着做点啥 满没吧 那大家 大爷这可能是 也并不是那什么 嗯 完了就叫他在 光顾路 卖干条 哎 你别说 这他这属于好人 但是卖干条嘛 那啥不行 这个 开始就抽奖了啥子嘛 嗯 抽奖门 那要的奖票啊 上边的管理员 就在家派 好像是五块钱一张 还是两块钱一张 结果等到下午三点 好像要是开奖 我说 哎 都说咱们这种套房子 我们都不 都没呢啥呢 都没有呢 完了大伙 就你 你 你问我 我问你的 他咱这个 没醒的 没醒的这事 嗯 然后就后来说 你你把你那个奖 你找找 他瞅瞅 是不是你的奖 他说我的步道 整哪儿去了 后来一看 哎呀 那不在墙贴呢 整那个黏骨鸡的贴呢 你瞅 他就他 中了一石房 嗯 嗯 嗯 那个 楼上子 他说楼上子 嗯 那个 叫曲星英 原先吧 我们俩总在一起玩 嗯 他的二姐 上他家来了 那也是回娘去呗 嗯 完了跟他 那什么 跟他妈俩媳妇 他这个二姐吧 也有个小儿子 那个小儿子吧 跟那个 那什么 琉璃石 他那个三弟 叫琉璃君 他那个 孩子吧 差不多 嗯 那个小儿子吧 还有这个 就是西安大陆 我们窗前边吧 还有摩天道 就往西安桥去 嗯 那个拐弯 那个地上 我们家就在那 拐弯 那个地上 嗯 所以说 这个孩子吧 就说那啥 说妈妈 我要上那个 摩天道呢 去玩 他妈说 上什么摩天道 还是 那怎么叫你 叫摩天道 怎么呀 你哗哗 堂血 那就完了 他妈说 你看你咋 他妈说孩子 哎 完了 你不能那么说 那么说 还行 我这边 洗衣服啥的 他们就街里 又洗上了 又亮了 又干啥的 就没顾这个孩子 也是隔不长的时间 他没超过三四分钟 孩子不知道啥时候 就下去了 往上这个楼前边去了 就是那个西安大陆 这个大马路上 嗯 完了 那倒摩天道 那块 就就被拿摩天道 摩天压死了 压了吗 刚才 完了结果 人家 那时候 我们后面都不知道啊 他妈那个 看着说 一趴窗一瞅 说 什么孩子 朝着啥 又围的人寒人海 就我当着一瞅 还是他 这个后悔 就是 这瞎说 哎 哎 你像类似这样的事吧 就是 给人感觉 就是特别 怪 就是为什么 这是话一说吧 他本来是不应该那么说的 他不要那么说 哎 说吧 还灵验 哎 给人感觉吧 就是非常不理解 嗯 那后来这个房子还有 还有没有了 有啊 我跟那个 那什么 我公主一说 他说那 这 这 这属于的啥 这个 这叫什么 恐 恐 恐怖楼 叫什么 我还不会说那话 嗯 但是吧 我说吧 我说这甚至吧 反正咱在那块住 家家都那样 你不用说别人家 就咱家 就我爸都是 嗯 他那里来说 那时候 在那个二处吧 就是 新义集团 二处当那个处长 在桑马路那边 就水楼那边 嗯 然后就 你说在那住 我们回来 就找不着家 好几次 就找不着 咱自己家了 嗯 嗯 就在西安桥那 转的转的转的 就回不来 嗯 你说 你这玩意 你说 不 不那怪异 嗯 嗯 按理来说 是不应该 出现这种情况 嗯 再一个吧 就是我结婚的时候 我结婚的头一天 我这不亲近朋友 农村亲近不多吗 都提前就来了 嗯 完了呢 突然我妈就 头一天晚的 就不行了 说是又辣又吐 是用的什么 我一个 也算是表姐 那个 她在公主领处 嗯 叫树营 嗯 就是东梅她妈 嗯 昨天 那个 嗯 老爷会不会是 冲撞手 我爸说 他冲撞手 没啥好冲撞的 嗯 我爸说 那啥 那个 我老爷 他说那什么 说 通过他嘴说 说那什么 我还是黄花大公英 我还没哪 娶儿媳妇 你有什么资格 娶儿媳妇 嗯 然后后来 我爸说 我当时 那小的时候 替我爷 替我二姨 替我二姝 娶那个殷亲 有什么事 没有 你还娶个殷亲呢 一会儿讲讲这个 就是那时候 就是我爸呀 嗯 代替我那个 那个就是二爷呀 嗯 就我自己亲 亲二爷 就是我爷 他哥俩 嗯 但我二爷呢 十来岁 就死了 嗯 死了以后 这不行呢 那个 娶个殷亲嘛 嗯 我爸就是 我爸就是 代替她的 替她娶的 娶的 娶的 就找一别的状 刚死的小女孩 这个死的小女孩 完了呢 来扶着我妈身上来 说是 就是我这个继母 哦 扶着她身 完了呢 用她的嘴巴说 就说 我黄花大公英 没结婚 你有什么资格 娶儿媳妇 嗯嗯嗯 就是说我妈 哎 她用自己的话吧 用她这个 这个女孩的说话吧 完了 说我妈 完了我妈 她说的 就 哎 说这么个情话 嗯嗯 然后来 就跟我爸 这么一解释 完了后来 那什么 嗯 我叔人姐说 哎呀 他真懂这个 他说 这么的吧 整点这个 刀纸 我拿去 拿着老爷的 这个 那贴身衣服 到那个 摩天道那 上儿去 嗯 看看能不能好 嗯 结果呢 他拿着纸 拿着衣服 到那个摩天道呢 还没等回来呢 因为我妈就下地了 嗯 但是他临走的时候吧 我告诉他 那个老爷子 你把那个斧了吧 我出去以后 你就把那斧了 那个 撂到这个门 这块 嗯 结果撂到这门这 等什么 他回来 那我妈这就下地了 就跟好人一样 全是没有了 嗯 该干啥 干啥 嗯 他说 哎呀 那个我老爷咋样 他一看我老爷那 那看我妈那 他说 哎呀 这不真 真挺灵验的 刷完纸就好 但是他那忽悠一下的 就 啥也不知道了 我说 他说 哎呀 这怪的 你说 你们娘俩 他你好了 他又不行了 我呢 他就半张不张 眼睛瞅我爸 老爷爷问 你看你啥事 没给我做明白呀 我爸说 你也没分 我做啥呀 他说不对 他说你 你再想想 你看你做啥了 我爸说 哎呀 可不是的 你告诉我那什么 这个你连出去 叫搁个斧子呢 我给忘了 还在门口放 嗯 反正就把斧子 拿拿入来 你这拿入来 嗯 他这个救手就好了 我说那你说 这事你说 他是不是 有点太怪呀 就是爸 你说这个事 我遇到过一次 就是鬼神 借活人说话 这事 嗯 我给你讲讲啊 我给你帮我